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一下防火墙的体系结构 这个防火墙的体系结构有这四个部分 一个叫屏蔽与路级 这个屏蔽是这个 这个自动里面最多的叫屏蔽路级 那么防火墙的作用呢 它不是说任何数据来就能够过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屏蔽 这个屏蔽的意思就是说 数据来了以后 来了这个包叫数据 现在有一个名词商品奖数据包叫网络封包 这封就是封前这个包 所有的包称为网络封包 这个网络封包过来以后呢 到了这个屏蔽的游戏这个防火墙的时候呢 不能让你过 怎么办 还要进行检查 简查封包了 合格了 就是射屏封包 如果不合格 那这个行 就封过 是吧 第二个是双宿主机 这是两部 这是双主机 第三个是屏蔽主机的套口桥 第三个是屏蔽主机的套口桥 第三个是屏蔽直网的方法 屏蔽六油器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路油器 是带防火墙功能的 这里要明确啊 你不是说 防火墙在哪啊 没有防火墙啊 墙咧 那不对啊 路油器是带防火墙功能的 这个屏蔽就是防火墙的意思 防火墙可以挡住了嘛 对吧 你这个数据能够 是靠防火墙的这个路油规则 好 这个屏蔽的这个路油器 又称包过的路油器 这个包就成为网络封包 这个网络封包过来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包 不然就是加密操场包 是吧 不能封包过来以后呢 那么呢 经过这个包过的路 包过的路油器 操场已经过了 是吧 可可了你就过 可可了你就过不去 是吧 这个很好理解啊 这个屏蔽六油器 就是屏蔽了 你不合格了 你不能进来 就是保证了 内网的安全性 那么呢 它就是一个检查 通过它的数据包的路油器 数据包合格了 就过了 速度快 费用小的 也不不明 适合于较小的检查的情况 如果规则复杂 就难以不明 就是它就是太不明 这个路油器的规则复杂 而靠来 它是屏蔽很多 那就这个包 这个网络封包过来以后 就很慢 就很慢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因为这个时候 平均游油器很简单 这个时候 平均游油器很简单 你看 那这个包过滤油器至今 还是存在于这个包过滤里面 它最基本的一部分 不是说呢 这个就没有了 到目前为止 这个包过滤是它的主要部分之一 不是说已经没有了 它是主要部分之一包过滤 第二种呢 它是双数组主机 又呈应用性防火墙 这个双数组组织 也比较好 而且 同时有两个网卡 这个网卡 这个网卡 有网络 这个网卡 有这个网卡 那么它这一块呢 相当于是双方卡 它是卖一个防火墙的一个功能 它是应用性防火墙 该主机拥有两个或以上 连接到不同网络的接口 IP层上通信式被组成 一般在双数组主机上 应用一些带领图体 它一般是这个带领图体 好 这里面又提出一个问题 风险与其中 单时效率 流量低 好 就是这个防火墙 它失效了 比方说 断电了 断电的效率怎么办 断开了 这外部网络 防火墙 断开了 断电了 是吧 这种情况下比较多 是吧 会出发什么火灾 它投资射击 这边没有 这块机房没了 断电了 这种情况下表面 会实现什么 单点事效 单点效率 还有结果还没 就是说我们要做 防火墙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开关 我们希望有些数据 提供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关掉这个防火墙 就是做软件开发者 它会选择性地关掉 比方说有些营养 也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些测试 有些工具要做测试的时候 它必须要关到防火墙的 但是在这个底面的话 结果实际上点 实际上点后来 它这里不通了 那就另外不通了 另外一个就是 它是做带领服器 用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带领服器 好 第三个情况 是屏蔽阻击的防火墙 好 这个是屏蔽阻击的防火墙 这是一个E3的网 把经过屏蔽阻击起 到处理阻击 把处理阻击 处理阻击 它是在屏蔽阻击的 在屏蔽阻击和阻击的起 是吧 反正屏蔽是在防火墙 是吧 再到这个 那就是两种结合 通过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屏蔽阻击的防火墙 是包括 保护阻击和 保护阻击击 属成 这个现在发展的话 这个又把这个 涵阻击的防火墙 是吧 这是个发展 它提供的安全性 现在要比保护阻防火墙 要强 是吧 因为它实际上网络的 有固理 它实际上保护阻 而且呢 它硬是在带领服 是吧 它实际上有保护阻 有带领服 是吧 它两种呢 都能够进行这个 保护 是吧 这个复杂 是吧 当入侵者 在破坏内部网络安心之前 必须突破的两种 都能安心上 首先突破了高过滤 你这个包是不是 包装包装了以后 这高过滤 首先进行过滤 过滤 按照合啊 对吧 这些个带领服务 带领这个防火墙 啊 它来进行这个判断 是不是这个数据做的不够 会够离 或拉在这个里面 就复杂 然后呢 然后再搞了准备网 这样一种 再复合两层 啊 这是第三种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用的是第四种 叫屏蔽直网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的话呢 就是目前 广奔采用的 这个屏蔽直网防火墙呢 一看见是带不到防火了 啊 它是有两个 它也屏蔽都有钱 这个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是在这里 防火墙的主机 进行管理 当作一个 然后又加个屏蔽直网器 它是用两台屏蔽直网 它是用两台屏蔽直网 把直网 这是一个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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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外部 内外部 内网和外网 内网和外网 进行固 这个防火墙的主机 就是为这一块 还有信息服务器啊 以及其他物品服务器 来换这个 来装 这个直网 这个装和中原品库区或者什么 非典的事情 这个区 所以 叶部的区 那么这一套东西的话,我们就说,它的这一块呢,又算是目前比较先进的那种方式,那么它有两个平均就一起,是吧,在里面单鼓做了一套,不一一套,我觉得这个单鼓做一套,是吧,这做了一个它的一套,又隔开了,从此它一个心细腹肌,这个心细腹肌是要什么, 这些网络一公寄,是才公开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允许你看,只要是这个包围合格,它认为这个包围就比较简单,是吧,这个包围合格就只要是合格的,这样的进展,你比方说你正常的网络网站,发邮件,是吧,只要你认为这个包围合格的,它再检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地址体骗啊,还有一些简单的数据包围破率,是吧,当然,包围破率完以后的,它包围主机,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呢,几个包围主机, 所以它这个过程呢,就复杂了,这个呢,我们一般称为什么,变形级的包围墙,按它的安装方式之一,包围墙的一个固定模式, 这种模式,我们的模式买不好吗,是吧,是吧,你不买什么,然后经过一个屏幕移动器,是吧,就是防围墙,就这些都是,好,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好,很长的围,这些都是带预,带预来说,是吧,好,这边就可以是,这边是我们的带预的,就是实验人群,就是,气体呼吸,HGP, 带预来,还有DMS,气体呼吸,这个地方呢,跟一个简单的包围,就可以把我们造成里面的信息内容,是吧,好,然后呢,这个里面就到了,什么,内部转化了,它如果再进步这段流,是吧,这进步就要包围长,进步的话的话,这个就,进行到这个地方,内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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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的关系,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说,有一种结构,就是说,是总部和分支机构, 然后有些公司很大,是吧,还有总部, 可以夸口,是吧,还有总部, 这个下面很多分支机构,就是分公司,或者它主公司, 那么他们直接有说要从不过这个,来总, 是吧,这个时候他们有个建立,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 如果公共保证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或者走一片,是吧,走钻钻,走一片, 走一片,好,那么呢, 好,那么这个地方,内部有一个, 他们的机构可能是受保护的机构, 然后上面是一个,总部,总部的话, 这边要访问到,总部的话,它有一个保护的关系,是吧, 这个也就是,他们同学,他们也有保护的关系,是吧, 这个也有保护, 这个也有保护的关系,这个也有保护, 这个也有保护,这个也有保护。 这个也是,这个用保护。 这个也有保护。 这个就是在屏幕有的, 这个有保护。 这个被数据把它进行过滤, 然后,直接过来, 然后在整个家里保护的关系, 或者是说紧击中的, 或者是后面可能因为一个组组的, 是吧 来进行这个 来进行这个管理 是吧 好 安装方式三 安装方式三的后来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目前来说 我们用的比较多点了 上面是一个安网罗 这种是固有器 它平均固有器 然后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方向 主方向 这个方向比较复杂了 它有顶方向还有背方方向 所以当时我们也提到 就是说 咱这个顶方向是下来的方向 那么也就是说 弄一个背方向 是吧 这边一斑边 这边就起动 这个传续线 叫心腔线 这个又有器用 然后这边好了 这边又又回来了 还有检测 这边又入不远了 还有起来 还有 还有好了 修好了 好,这边用线换,这叫什么,这叫总方向和备份方向,这我看着造价比较高,还有两方向,是吧,像是一个保险,备份保险,备份保险。 你可以考虑一些信息服务器里面,可以理解,这就属于这个方法。 那么这一个信息,你可以评论以后,它这里就直接打了,但是它进到主网,那一部网络的话,它必须不把我抢成绩了,你看,这个必须不把我抢成绩了,到这个里面去。 它这个边离去的话,它不需要检光那个,它这个里面就直接给下来了,经过一个污游器,一个包的污游器,它就可以过来,肯定不需要离去。 这个里面简直很好,那这个边不离去,边不离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HTTP服务器,是吧。 好,那么这一套下面也是一些织网,织网是织网的图。它是对这个方法上的一件关系,是吧。 那么它们还有内部里面有固气,内部里面有固气,这是一个固气,下面有固气的那里面有些织网,是吧。 这个地方就是安装方式伤。 好,另外一种就是防火墙的产品提上。 好。 好,这个防火墙的这个里面罩里面,这是一款F1000的一个织网器。 这是一个织网器,这是一个织网器上面。 你看,这个液间溶器里面,采用液间底部有多核吹气,提供8核吹气,有每核4个星层的。 总共是三十二届 其中部分采用高性能去提供了强大的防弹 第二种加弹能力 都是十第一接口 一个第一接口就是一个千兆网 十第一接口就是万兆的一个 一个万兆的网络接口 一个万兆的网络接口 这边是加弹机新的区域 每秒钟新建的是可以建立五万个连接 这边迷短了 五万个连接 我们说高端达到四万个连接 是吧 一个级的DDS 基本更是状态 所有的运用器里面 这些运用器里面都会有一些状态 是吧 iDS是一个加弹的一个性能 还有一个防弹墙的 十个级的防弹墙最主要 然后一百万 这是一百万的并化连接 这些数研明就好了 没表现可以建立五万的连接 是吧 下面就是防弹的优缺点 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它的优点就是 保护网络亏的问题 这些网络安全地的监视和时报警察 都有一个自制的管理 能强保密性能强化十有点 实现网络争状况 实现安全性职效和护网络争 它确认是不能防护 这个恶物的病者在外 不能防护这款连接 不能防护全部的危险 防护新疆的危险 或者也要防护病毒 在防护上难以管理 可以是非常安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